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弃掉你 他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掌毒窗 约伯就坐在颅灰中 拿瓦片刮身体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 死了吧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不愿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约伯的三个朋友 提曼人以利法 舒雅人比勒达 拿马人索法 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 临到他身上 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 为他悲伤 安慰他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 认不出他来 就放声大哭 个人撕裂外袍 把尘土向天仰起来 落在自己的头上 他们就同他 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 因为他极其痛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Chrono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